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大家好 我是陈淑婉 中美英法俄五国在3号共同发表 关于防止核战争 及避免核军被扩散的联合声明 那么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间的关键当口 如何做观察 为您介绍今天的评论员 是宋忠平先生 欢迎宋先生 说完好 我们看到这个2020年进入第一周 中美英法俄五个大国 就做了这么样的一个 像是防止核战争的一个联合声明 那么这反映了什么呢 这个事情说白了 对于现在的国际局势 做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评估 也是一个很及时的评估 也就是现在 我们人类面临核战争的威胁 可能有些人觉得 这个话有些危言耸听 但确实不是如此 一方面的话 你看现在比较热的 就是俄乌的关系问题 那么现在 如果要是北约 介入到了俄乌关系问题的话 那么俄罗斯当然不让 可能就会对北约 发起军事打击 那么这两个军事组织 一旦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 所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核战争 而且你看最近 俄罗斯可能还会有一个举措 就是要在白俄罗斯 部署核武器 白俄罗斯现在开始修宪了 这个修宪主要改两点 第一点就是把中立国的地位取消 我不中立了 第二就是允许在本国有核武器 哪来的核武器 白俄罗斯早就没有核武器了 所以这个核武器 只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核武器 而且现在作为北约来讲的话 和俄罗斯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是不互信 政治不互信 军事不互信 你看现在普京给美国 包括北约还有欧安会 抛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什么 说你必须要满足我的红线要求 也就是外高枷锁 这个地方你不能够有军事介入 你也不能北约再做第六次东口 你更不允许把你的战术核武器 战略核武器部署在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 画了三条红线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就类似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现在只是不是古巴 是乌克兰导弹危机 也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核武器 部署在乌克兰 格鲁吉亚 包括波兰这些国家的话 必然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俄罗斯必然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反制 你看普京也好 拉夫罗夫也好 最近有一个表态 他说我已经把一揽子的和平共处的计划 给了你们这几个地方 你得尽快给我一个回复 如果你不给我回复的话 咱们就按照普京总统的意思来办 普京总统怎么来办呢 你看他在最新的这个记者会上 他专门有个表态 说如果要是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的话 我们将会听军事专家的建议 军事专家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要把核武器前置 就是要把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 那么如果两个军事集团的核武器 相互之间对峙的话 再通过其他的某些问题 比如克里米亚 包括乌冬问题 顿巴斯问题 结果真打起来的话 那么动用核武器是有可能的 包括你像俄罗斯 这几年修改了自己的核战略 他怎么修改的 他的核战略并没有说 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说法 但事实上就是 为什么 他说如果有哪些国家 敢对我发射导弹 不管你这个导弹是常规导弹 还是核导弹 我都等同一时核导弹 我都会用核导弹来反击你 如果和俄罗斯反击的话 必然就引起了核战争 所以从俄罗斯维护自身的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现在唯一能够对抗 北约以及美国的 主要是靠自己手里的核武器 因为你要拼军费的话 俄罗斯的军费 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他怎么可能拼得起常规的军备 尽管俄罗斯也不断地 在常规武器不断地换装 但这种换装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最能拿得出手来捍卫自己 1700万平方公里 国土面积的就是他的 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所以他只能拿这个事情来说事 普京之前还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估计很多人听了 都觉得危言耸听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普京说如果有人威胁到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 俄罗斯不在了 还要这个地球干什么 这个话的意思很清楚了 也就是俄罗斯拿核武器 作为自己的一个杀手锏 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护国利器 如果谁要是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甚至要分裂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就敢使用核武器 这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现在从奥巴马时代 一直到特朗普时代 再到现在的拜登时代 都在不断地修改核政策 其中美国的有些军方就提议 把核武器常规化 什么叫核武器常规化 就是在常规战争中 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 如果真这么干的话 那么必然就会引起的是核战争 无论你这个核武器的当量 你降到一万吨还是降到几千吨 也改变不了它是核武器的性质 所以这就表明核战争将会爆发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一次武常 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这五个大国 发表声明 在核武器问题上 要有一个庄重的表态 也就是核战争不会有赢家 所以核战争是打不得也不能打 这就是一个非常准确及时的表态 希望干什么呢 希望有核武器的国家 要克制自己手中的武器 另外呢 希望那些并不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也要克制自己手中的核武器 你看就在昨天有一则消息 也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交换了情报 交换什么情报 彼此的核设施 核仓库 核导弹基地在哪些位置 彼此在交换这个情报 这两个国家都是事实上拥合的国家 为什么要交换这个情报 而且已经形成了机制 就是担心如果印巴这两个国 真是打起来了 而且是大打的话 千万不要把你的武器装备 包括导弹对准对方的核设施 如果你对准对方的核设施的话 将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尤其是核灾难的发生 所以这两个国家相互通报 核设施 包括核武器的储藏的地点 也是有助于南亚来消除核危机 核风险 所以我们所能看得出来 五个核武器的大国 也就是武昌带头 对于其他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的话 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是 也难怪您一开头就说 当今的局势发生了核战争 并不是威言耸听 那么在目前的 这么样的一个局势观察下 这世界最需要防止什么 我觉得世界需要防止的 就是核战争 但是世界现在确实存在核战争的风险 那么从核问题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是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避免核战争 这是大国的义务 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义务 另外就是要避免核扩散 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处在核扩散的边缘 一方面的话 你看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的话 承认有核武器国家只有五个国家 也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只有他们才是合理合法的拥有核武器 另外还有一堆的国家 其实也都是拥核 但是他们并非是合法的核武器拥有过 他们只是一个有核国家 一般我们说什么印度了 巴基斯坦了 以色列了 甚至南非 朝鲜 这都是已经事实上拥合的国家 他们呢 国际社会承认吗 不得不承认 你看每年的斯德格尔摩在给出一个核弹头报告数据的时候 都会有他们的数据 这就表明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核武器 如何来防止核战争 不仅仅是五常的责任 也是其他拥合国家的责任 所以你像以色列这个国家 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什么它要拥合 它拥合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担心自己被阿拉伯国家完全包围 被伊斯兰国家完全包围 如果要是没有核武器的话 就会难以自保 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拥合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 而且你看以色列呢 它不是说对什叶派有什么想法 对逊尼派有什么想法 而是在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国家里 谁要是露头敢研制核武器 敢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就是以色列的眼中钉肉中刺 最典型的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谁是在称雄啊 伊拉克 萨达姆 当时他们就要研制核武器 而且呢也搞了核反应队 结果以色列呢 很快就把这核反应队给摧毁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对逊尼派的伊拉克来动手 你看我们现在总是认为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不好 他所针对的是什叶派 其实不是 以色列呢和阿拉伯世界也好 和伊斯兰世界也好 他所关注的就是 本身阿以关系比较微妙 比较紧张 但是呢 谁对我构成威胁呢 恰恰是用和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这些阿拉伯国家 对我的威胁是最大 这些伊斯兰国家对我威胁最大 所以的话 你看当伊拉克的核武器 被消除危险之后的话 下一个目标转向谁了 转向利比亚 因为卡扎菲也要研制核武器 如果他要研制核武器的话 卡扎菲又是以反语英雄 来著称的一个人 所以的话就把第二个目标 瞄准了卡扎菲 后来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就把卡扎菲给干掉了 然后第三个国家又出现了 谁呀 叙利亚 也就是阿萨德又开始研制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所以现在阿萨德和以色列之间 不断地在打 就是要削减阿萨德的 什么化学武器 因为他研制核武器没本事 所以他只能研制化学武器 你看为什么 2011年一直到现在 针对阿萨德政权的话 就是在指责 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而以色列和阿萨德政府军之间 不断地进行各种打击 就是在于此 那么当这些威胁 都一个一个都快消除之后的话 下一个目标是谁 不就变成伊朗了吗 伊朗是拥合的一个主要的国家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其实拥有的 弹道导弹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沙特阿拉伯是不是拥合 这个其实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 也比较担心 所以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就比较微妙 那么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 在美国的怂恿之下的话 希望和沙特发展良好的关系 但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是天然的不相信阿拉伯世界 不相信伊斯兰世界 也就是谁要是敢研制 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 都是我的敌人 这就是一个核扩散 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但是呢 以色列既然拥合的话 对整个阿拉伯世界 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的话 你说怎么办呀 其他那些阿拉伯国家 为了能够报所谓的 巴勒斯坦这个人民之仇 或者说要支持巴勒斯坦 人民的奋起反抗 所以他们就只能是 你有核武器 我也要有核武器 所以这就形成了 在整个中东地带的一个核扩散 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全球范围内的话 这个核武器扩散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大国之间 有可能是爆发的核战争 那么小国之间的话 就是一个核扩散 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 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来让自己的国家 处在更安全的状态 当然我们的近邻朝鲜更是如此 朝鲜为什么执意要拥合 如果不拥合的话 美国就对它动手 朝鲜它的死对头 韩国可能就会对它动手 所以它拥合就是为了自保 但是美国到现在 不愿意给伊朗 不愿意给朝鲜这些国家 提供任何的所谓安全保障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只能靠我自己拥合 来学习自保 来做到自保 这样的话就导致什么 核扩散将会是越来越多 而且世界也走向了 核扩散的边缘 先谢谢宋先生 这也让我们再开始思想 当全球的军备局势 陷入了一个军备竞赛的忧虑时 那么新型的战略平衡在何方呢 下一节回来继续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继续要求全球的军备竞赛情势 已经陷入到了 核扩散一个边缘的忧虑 继续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和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我们来做关注 我们不禁会想呢 在这个全球的核扩散 包括军备竞赛的这个情势的背后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 到底是来自于 各国之间的一个恐惧心态 还是说是野心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达到一个新型的战略平衡吗 核武器到底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扪心自问 任何国家来讲一讲 核武器在自己国家 所处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就回答你刚才所提到的 一个问题 有些国家是因为恐惧 它要拥合 最典型的就是伊朗 还有朝鲜 而作为伊朗来讲的话 它还有其他的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的话 就是针对以色列 它认为以色列就不应该 在中东地区存在 而且认为 以色列就是侵略者 以色列怎么能来 窜取耶路撒冷呢 所以这就是 从伊朗的一个心态 那么从朝鲜的心态来讲的话 就是 如果我不拥合的话 可能我的政权就不保 所以它要执意拥合 这就是一类国家 就是它有这种心态 另外一类国家的话 就是像中国 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我们把核武器 作为自卫的工具 我们把核武器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国家领土统一的 一个重要的砝码 核武器在中国 在俄罗斯称之为 是大国重器 大国重器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可轻易示人 不可轻易使用 而且它是个正国利器 你看中国的核战略 为什么称之为 是二次核反击 我们并不会对其他国家 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表明的话 我们并不想把这个东西 应用于战场 但是如果有哪些国家 危及到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包括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 甚至对我们首先 使用了核武器的话 对不起 我可以用核武器 来进行反击 所以你看我们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俄罗斯尽管你看 它不断地说 要对其他国家 使用核武器 其实它归根到底 它还是要维护 自身的国家安全 它并没有说 把这个核武器 用于搞什么侵略 用于对其他国家 来实施这种威慑 不是 但核武器本身 从发明一直到现在 它确实存在 一个重大的作用 就是要震慑和威慑对手 你不敢对我轻举妄痛 尽管常规武器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核武器在这摆着 你就需要考虑 是不是 你敢对我动手 所以它这个威慑作用 对任何国家 都是起到作用的 尤其是印巴之间 为什么你看 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的话 再没有最新的印巴战争 顶多在科什米尔打一打 就在于双方有核武器 所以的话 对彼此都是一个震慑 这就是核武器 在不同的国家 它的心态 它的使用是不一样的 只有一个国家例外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是要把核武器 作为自己的一个 全球霸权的工具 美国是全球 第一个拥核的国家 拥完核武器之后的话 它就打造了冷战的铁幕 也就是非要搞一个 整个资本主义阵营 和社会主义阵营 然后就是通过它 开始把整个社会化了阵营 它认为我手里有核武器 谁不听话 我拿核武器来教训谁 结果你看苏联 以最快的速度 拿出了核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有了核武器的话 我才能巩固我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这样就形成了两极化 也就是无论是当前的美国 还是苏联 当时就是为了来实现 这种彼此的对峙 让核武器成为 各自阵营的一个阵宅之宝 但也正是因为 是有了核武器之后的话 你看美苏之间 形成了一种争霸的世界格局 但是冷而不热 一直维持的是冷战 而并没有实现这种热战 尽管有那么几次 包括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差点变成核战争 但是后来也都化线为一 就在于核武器呢 它只是一种震慑的工具 只是维持自己霸权的工具 但时间呢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话 整个全球的局势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国呢就开始把核武器 作为维持自己一抄毒霸的工具 所以我为什么比较担心 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它有可能会丧失理智 它并不是说 有些国家危机到了 我的国家安全 我使用核武器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也倒说得过去 但是呢 美国现在要给 所有的那些盟国 包括北约 包括日本 韩国 提供核保护伞 提供核保护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谁威胁你的话 我可以用核武器去揍对方 去打对方 这个本身就是在维护 美国的全球霸权 而不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美国就会认为 它自己的国家安全 就是全球霸权 它的国家安全 和全球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美国 如果要是真和俄罗斯干起来了 它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 让小兄弟能看得起它 它是不惜动用核武器 包括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话 其实美国也在动心思 国内也在想 如果真是在台湾问题上 和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 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器 美国有可能 因为如果美国现在有一些政客 包括一些国会的人士认为 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要输了 美国就从霸权上就跌落下去 所以台湾这个问题 美国不能输 怎么样不能输呢 我用核武器就能保证我不输 如果美国这么干的话 必然的话在中美之间爆发的是核战争 包括在乌冬问题上 格鲁基亚问题上处理不好的话 将会在美俄上爆发的是核战争 因为乌克兰如果不保 北约某些国家你不能自保的话 那么美国还有什么颜面可谈呀 美国那个时候就只能悍然地使用核武器 但是如果你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包括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这就意味着核战争的爆发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现在不断地来把这个东西作为霸权工具 这个是很可怕的 但冷战期间的话 美苏之间不断地进行核谈判 今儿是大家限制核武器 包括你的导弹的数量 导弹的种类 弹头的数量都在谈 然后到了苏联快解体之前 开始削减了 中导条约削减了不少 然后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又开始进行削减 这都是实质性的在核裁军 那么有制度的保障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 包括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是尽管有 但是不执行 所以制度保障现在又不存在 这就会导致世界又存在 这种核扩散的这种风险 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 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如果把这个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霸权 所导致的就是世界是越来越不太平 是 现在真的很考验智慧 我们一开始说呢 看新年的第一周 中美英法俄五个大国 就能够共同地为防止核战争 和军备扩散签下了联合声明 所以这不仅也让我们想要更正面 和积极来去思考 是不是真能够消除核战争 这是不是真能做得到的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其实这五个国家 尤其是美国 包括英国 口惠而实不知 他们只是声明 我可以说 怎么说都行 但是你让我落地落实的话 他们不会 其实现在这些核大国之间 已经形成了军备竞赛 核军备竞赛 体现在哪 你看英国去年的时候就宣布 要把核弹头数量提升40% 这就是明目张大地在核扩赛 明目张大地在搞核军备竞赛 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增加 我们的核武器数量 这个我们并不会对外说 但是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可以适度地来发展 我们的核力量 所以美国和俄罗斯 现在都要斥资更多的钱 来打造自己的 新的三维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所以如何来遏制这种 可能存在核战争的隐患呢 我个人的建议 首先三个禁止 两个承诺 什么叫三个禁止 永久地禁止核事业 现在其实美国还没有真正 签署禁止核实验条约 也就美国国会不通过 尽管是美国政府 没有在进行核实验 但是美国国会不通过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法律 美国随时可以恢复核实验 美国只要一恢复核实验的话 你看看其他国家全恢复核实验 日本也能够研制核武器 日本的话它也需要核实验 所以的话这个禁止核实验 永久地禁止核实验 必须要做到 这是第一个禁止 第二个禁止是什么呢 禁止把核武器部署在太空 现在有一些国家 已经在考虑打造的是 四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了 什么叫四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陆海空 四位一体就是天 就是把核武器部署在天上 说的是谁 说的就是美国 美国就要这么干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核战争 可能从天上 打到地里 打到海里 存在这种可能呀 这个呢 一定要想办法禁止 第三个禁止的话 就是要禁止变相地进行核扩散 你像俄罗斯之前把核潜艇 租给印度 它为什么不卖呢 它不敢 因为核不扩散条约限制的 但是美国现在明目张胆地 把核潜艇要卖给澳大利亚 这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核扩散呀 尽管核潜艇呢 它属于是另类的核武器 它不是像核弹一样 属于是真正的核武器 它属于是二类核武器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军事装备啊 军事装备涉及到核的东西 是不能转让的 如果你只是在和平的利用 比如搞核电站 这个可以 这个不算是所谓的核转让 你像朝鲜也好 伊朗也好 如果他们是和平利用核能的话 我觉得应该鼓励 这个对于解决气候变暖 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不能作为军事装备去转移 这就是要禁止核扩散 禁止有些核装备的转让 这是三个禁止 两个承诺是什么呢 第一个承诺呢 就是中国率先就指出 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们也希望美国 俄罗斯 包括其他所有的国家 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必须要做到这个承诺 这个承诺的话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的话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也希望这些国家呢 能够像中国一样 像中国看齐 这是第一个承诺 第二个承诺呢 分阶段的削减核武器 最后实现的就是无核化 为什么说分阶段呢 就是现在美国 俄罗斯 他们拥有的核武库是最庞大的 两个国家都拥有6000枚以上的核弹 他们首先要分阶段的去削减核武器 把你们的核武器 要降低到1000枚以下 尽管你像美俄 在2009年 2010年签署了 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承诺在2015年将自己的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550枚 但是到现在削减了吗 没有 名义上的他们的核武器有多少呢 还有6000多枚啊 还有很多拆解之后的话 没有销毁的话 所以组装起来的话 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器还是最多的呀 这个时候你让中国来削减核武器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要带头削减 等削减到核中国 俄罗斯 以及法国 英国一个数量级的时候 再考虑其他国家削减 加入到核军备谈判之中 这才是一个符合规矩 符合现实利益的一种考量 所以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必须要带头 美国是整个全球霸权的一个始作俑者 也是把核武器作为全球霸权的 一个重要的国家 它如果不带头的话 很多事情说再多 签再多声明都没有价值 所以也希望美国带头 让我们这个世界成为无核世界 才能让我们的人类文明 不至于因为爆发核战争 而毁于一旦 对 也看看今年的 这整年的这个规划部署 是不是在于联合声明之外 还能真正地去促成 一些条约 立约的这个签署了 谢谢宋忠平先生 今天带来的新闻今日谈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